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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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感謝貼心的分享 詞曲 李宗盛 今天大家見我穿著一件黑色的西裝裝上 請大家看到我穿件黑色的西裝外套上來 這件應該是沒穿過的 這件沒有穿過新的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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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特別為主耶穌穿 詞曲 李宗盛 因為今天來到馬太福音最後一段 詞曲 李宗盛 因為今天來到馬太福音最後三章 最後一段 這是這三章中的第一章 這三章中的第一章 是講到耶穌的死了 是讲到耶稣的死复活 从第十六章开始 凯撒利亚菲律比 凯撒利亚菲律比 半年的路程 现在时间到了 最后 第十六章的前面 一到十三节 甚至到十六节 应该是礼拜二或礼拜三 第十七节开始就是礼拜四 礼拜五就被钉了 最后一个礼拜 最后那几天 所以我为主耶稣穿了这件衣服 我专为我的主 我尊荣我的主 我感谢我的主 亦都纪念我的主 为我们死 也纪念我的主 为我们死 今天我想我的分享 二十六章很长 我的分享放在两个焦点上 我的分享放在两个焦点 一个焦点就是主自己预备好 一个焦点就是主自己预备好 主自己预备好 走上十字架 主自己预备好走上十字架 第二个就是看到人性的软弱 第二个就是看到人性的软弱 一方面是主自己预备好 一方面是主自己预备好 如果主没预备好 没有人可以对他做到什么 没有人可以对他做什么 正如过去三年半一样 没有人伤害到他 正如过去的三年半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 是他自己教出自己 第二方面就是说到 人对他的弃绝要杀他 第二方面是讲到 人对他的弃绝还有要杀他 人的败坏和软弱 人的败坏和软弱 而耶稣却为了人的败坏软弱而死 而耶稣却为了人的败坏和软弱而死 这两个焦点 这两个焦点 所以我从这两个焦点来看 我就将这一章圣经分为两个段落 所以我从这样的两个焦点 我把这圣经分为两个段落 你待会会提到 待会会提到 我先讲个标题 我讲标题 我的标题就是用第十八节 我的标题就是用第十八节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哪里 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用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成为这个标题 我就用我的时候快到了 来成为这个标题 首先讲一到十三节 首先讲一到十三节 第一大段是第一节 直到第四十六节 第一大段是一到四十六节 我给他的总的标题是 预备受死 我给他的总标题是 预备受死 一节到四十六节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预备自己 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预备自己 甘愿地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 甘愿地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 第一节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过两天是逾越节 是礼拜五来的 过两天就是逾越节 就是礼拜五 人子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讲过几次的了 耶稣讲了几次了 从盖撒利亚菲律比 半年之前 他就已经跟门徒说 从半年前盖撒利亚菲律比 他就开始跟门徒说 然后就一直走到耶路撒冷 然后就一直走到耶路撒冷 现在是最后的时刻 现在是最后的时候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其实就像前面二十四二十五章 所有的话 就是前面二十四二十五章 一切的话 最后门徒问耶稣 最后门徒问耶稣 你降临的时候 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呢 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二十四二十五章里面 所有的东西 耶稣就跟他们讲 二十四二十五章 所有的东西 又讲了天国的比喻 然后讲天国的比喻 又讲了那个时辰 那个时刻会是怎样 又讲到那个时辰 那个时刻会怎样 二十四二十五章 我们都看了 二十四二十五章 我们都看了 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二十五章 耶稣就 二十六章 耶稣就说 就是圣经就说 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 今天我们就进入二十六章 圣经就说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他就这样说 就是在他讲完那些了 交好了 交代了门徒了 就是他已经交代完了门徒 清清楚楚了 清清楚楚了 耶稣就跟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雨节了 耶稣就跟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 就是雨夜节了 人子就是他自己 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人子就是他自己 就是要被交在人的手中 钉在十字架上 他跟门徒这样说 他讲好了 他预备好了 其实是 他跟门徒说 他讲了 他预备好了 要交代的东西 要交代了 门徒的问题 他答完了 门徒的问题 他回答完了 天国要成就了 天国要成就了 门徒要警醒了 门徒要警醒了 进入天国 进入天国 他甚至讲了几个比喻 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 要有kindness 要警醒 等候天国最终降临 那个时刻 他讲完这一切 他就跟门徒说 过两天我就要上十字架了 第三节 那时 第三节 那时 其实就在耶稣 交代好了 其实就是在耶稣 都交代好了 讲清楚了 预备好了 讲清楚预备好了 那时 祭司长和文家的长老 聚集起大祭司 称为高亚法的怨女 大家相遇 怎么用诡计 拿着耶稣 杀他 一方面是主耶稣预备好 吩咐好了门徒 该做的事 该做的 该知的 就在耶稣做好这一件事 那时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相议 就是要杀耶稣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就是商议要杀耶稣 他们就 想杀他 其实 耶稣已经讲 预备好了 其实是耶稣已经预备好了 他们就想杀他 这个我们看到耶稣 那个预备 我们看见耶稣的预备 他预备门徒 第六节 之后第十三节 就是讲到 一个女人为耶稣的安葬 玛利亚为耶稣的安葬 六到十三节 就是讲玛利亚为耶稣的安葬 他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 他是为我安葬 但是耶稣说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 那是为我安葬 我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玛利亚的心 我们不只是看见玛利亚的心 更是耶稣预备好自己 更是耶稣预备好自己 他让玛利亚在他身上做 他让玛利亚在他身上做 他知道是为他安葬 他知道是为他的安葬 我想全世界只有耶稣 我会经历活着的时候 人为他安葬 我想只有耶稣 全世界只有他在活着的时候 就经历人为他安葬 今天你跟隔壁的那个人说一下 你跟隔壁的那个人说一下 我把香菇倒下来 我把香菇倒在你身上 有什么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呢 乖乖的 好像很怪 但是耶稣让玛利亚坐 但是耶稣让玛利亚坐在他身上 预备自己 预备自己 他被安葬 他的意愿在 他的意愿在 他知道在做什么 我想全世界只有耶稣 我想全世界只有耶稣可以这样 所有人都是死了之后 才被安葬被告 所有人都是在死后 然后被告被安葬 只有耶稣还活着的时候 在公开的场合 在公开的场所 被安葬 他知道在做什么 他知道在做什么 他预备好自己 继续我们看到 14到16节就是犹大卖主 接着看14到16节就是犹大卖主 我确实说得很好 三十块钱奴隶的价钱 贴心讲得很好 三十块钱奴隶的价钱 这三十块钱 和香菇的价值 是没得比的 但是重点是耶稣被卖了 重点是耶稣被卖 是他的门徒卖他 是门徒卖他 他很信任的门徒 他很信任的门徒 他把钱交给这个门徒 这个门徒是管钱的 但是这个门徒要钱不要主 但是这个门徒要钱不要主 我们看到人性的败坏 但是耶稣知道的 但是耶稣知道 我们看下一段就知道 我们看下一段就知道 十七到三十 到二十五节 十七到二十六节 除敲节的第一天 这应该是礼拜四了 除敲节的第一天 这已经是礼拜四了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是御节的言直要 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月节的言席 要我们在哪里 为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门尽城去到某人 那里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 守余月节 耶稣说 你进城去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我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 守余月节 我和门徒都要在你那里 跟你一起守余月节 他说 我跟我的门徒 要跟你在一起守余月节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 这也是个神迹 今天我和Ruby Debbie 你去尖沙嘴 你会见到一个人 你就跟他说 我今晚要在你那里吃饭 我今天如果跟Ruby 跟Debbie说 你去尖沙嘴找一个人 然后就说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他那里吃饭 他理你都傻了 他根本懒得理你 但是这里 事情就是这样成了 但是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耶稣说 我的时间 It's near 耶稣说我的时间 It's near 这个时间是Kairos 这个时间是Kairos 我也不知道 如何找Kairos 就是Kairos 时机 不是顺着日子的顺序 就是神作工的时机 是神作工的时机 神作工的时机 其实就是指到 从凯撒利亚菲律比 跟他说 我要受死的时候 就是从凯撒利亚菲律比 跟他说我要受死的时候 然后走了半年 现在时候到了 现在时候到了 河本番位快到了 河本番座快到了 其实是at hand 其实就是at hand 或者is ready 就是is ready 已经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我的Kairos moment 我为这个Kairos moment 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为这个Kairos moment 我已经预备好了 守阅节了 守阅节 所以到了晚上 这个门徒 就跟他一起起来 是要守阅节了 所以门徒就 我到了晚上 舍格门徒就跟他一起守阅节 就在吃饭的时候 耶稣就指出 犹大要买它 就在吃饭的时候 就指出犹大要买它 耶稣跟犹大说 耶稣跟犹大说 不是公开指出的 不是公开指出的 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的就不明白 但是没有人出生 很傻的 很傻的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是彼得 如果是彼得 我就抓住犹大就 就打他两锤 其实这时候 如果是彼得 我就把犹大抓起来 是不是 看着的嘛 就是看着 那么犹大就问 犹大就问耶稣 犹大就问耶稣 你说的事 耶稣就说 你说的是 其实为什么这样记载 为什么这样记载 记载犹大的败坏 还有犹大的不悔改 他已经跟祭司长商议好了 耶稣知道 耶稣说我知道 耶稣知道的 他说我知道 犹大问是不是我 他就问说 是我吗 你说的事 耶稣说 你说的是 是你 其实犹大就在黑暗中出去了 其实犹大就在黑暗中出去了 走向永远灭亡的道路 走向永远灭亡的道路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 人性的败坏 更加看到主自己的预备 更看见主自己的预备 预备为人的罪而死 他只要望着彼得 他只要看一看彼得 然后说上 这样就可以了 彼得给我们的印象 很大致的 彼得给我们的印象 是很大块头的 望着他 望着犹大 只要看一看他 然后再看看犹大 那就打他了 彼得就把犹大搞定了 没有 但是主知道 但是主知道 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 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 他被买了 他被买了 被安葬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立下新约的圣餐 用逾节的演习 同时 他立下圣餐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就抹开 第二级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足这饼 第二级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锅 因为这是我 立日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舍 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 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 他立下新约 新约完全的救赎 这是他的时刻 Kairos moment 跟门徒立约 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其实这里也说到他自己要死 这里也是讲到他自己要死 他不再喝这个葡萄汁 这个杯是他在世上喝的最后一杯 这个杯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杯 这个对我们来说 又有一个冲击 这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冲击 你喝这杯水 或者喝一杯东西 喝完之后 我以后都不会再喝水 耶稣说直到我复活之后 耶稣说直到我复活之后 我才会再喝 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葡萄汁 没有人会拿着一杯水 我喝这杯水 然后就说我喝完了 我不会再喝 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这杯就是为人的罪流出来的血 这是为人的罪流出来的血 31到35 他预言彼得要跌倒 当然彼得 当然彼得说我不会 大家都这么说 甚至说 跟你同时我们都肯 但是大家都软弱 但是大家都软弱 我们36节去到39 看到黑西玛林园 36到39是科西玛林园 门徒跟耶稣一起 在那里 是耶稣再次更深的信服 那是耶稣更深的信服 他带着门徒去到黑西玛林园 然后再带着几个人往前走 然后再带着几个人往前走 就在那里祈祷 就在那里祈祷 求神说 求神说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我的意思 是耶稣人性的挣扎 面对死真的很艰难 就是耶稣不是说 死就死吧 耶稣不是说 死就死吧 我想贴心可以的 我想贴心是可以这样 因为贴心可能没什么人性 贴心也没什么人性 但是耶稣很有人性 但是耶稣很有人性 如果贴心是这样 终于来到了 贴心可能会说 终于来到了这一刻了 但是不是的 不是的 师父会说你傻傻的 真的傻傻的 神会说他傻傻的 真的是有点傻傻的 耶稣的性情 跟你跟我比较一样 比较不像 贴心 耶稣的心情跟我们比较相 跟贴心比较不一样 面对死亡 十字架的痛苦 十字架的痛苦 谁能承受得了呢 谁能承受得起呢 耶稣只要自己都承受不了 耶稣知道连自己都承受不了 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了 三次求主 是不是这个杯可以拿走 愿而不要承受我的意思 只要承受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承受我的意思 只要承受你的意思 他知道来到了世上 this is the Kairos moment 他知道他来到世上 这就是那个时刻 Kairos time Kairos time the time has come the time has come 时间到了 但是面对这个时刻 谁能承受得了 但是面对这个时刻 谁能承受呢 我们的主这么强壮 都承受不了 我们的主这么强壮 都不能承受 他说父啊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 但是按你的意思 但是按你的意思 去挣扎 他挣扎 他信服 他信服 彻底的信服 彻底的信服 第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他对门徒说 你们仍然睡觉安揭白 他对门徒说 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The hour Kairos moment 那个hour到了 Kairos moment的那个hour到了 人子被卖在人手里了 人子被卖在人手里 起来走吧 卖我的人 起来走吧 卖我的人进来 我们的主很清楚 我们的主很清楚 他已经被卖了 他也跟神祷告过了 他也跟神祷告过了 他愿意死了 他要死了 愿意死了 他愿意死了 讲话之间 犹大就带人来抓他了 犹大就派人来抓他了 门徒都逃走了 门徒都逃跑了 但是这里的地方 我们都看到主的愿意的心 在这里我们都看见 主那个愿意的心 就是 他不去挣扎 他不去抵挡 他不抵挡 他把自己交出来 我们进入第二大段 47节 到75节 被交公会 47节 说话之间 犹大就带着人来抓他 于是那些人 就要上前来 拿着 要捉拿耶稣 因为犹大跟他亲嘴 于是那些人 就要来抓耶稣 因为犹大跟他亲嘴 彼得拿刀出来就砍了 他就叫彼得收刀入鞘 他就叫彼得收刀入鞘 其实是门徒 不要反抗 他就说门徒不要反抗 由他们吧 如果我不想将自己交出去 我求夫妇都会猜十二营天使来帮我 如果我不走上十字架 经上所说的事情 就不能够应验 如果不走上十字架 经上所记得就不能应验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如果我不上十字架 也就是说我没有上十字架 就没有办法应验 这一切的事 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门徒就离开他逃走 他就被带到工会 在大祭司戒亚法的院里面 接受长老和整个工会的审判 祭司长老全工会尋找解建 祭司长还有长老要寻找假见证 要控告他 不断地有假见证来控诉他 不断有假见证来控诉他 都控诉他不到 都不能够控诉他 都不能够将他入罪 都不能把他入罪 但是耶稣却确认又不会答 但是耶稣却不会答 耶稣所说的就只是说 你说的事 耶稣所说的就只有说你说的是 祂说你是神的儿子 祂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这句话耶稣不能不答 这句话耶稣不能不答 祂是神的意志 祂是神的儿子 不过他也说 我将要加云降临 不过他也说 我将要加云降临 大祭司就将他处死 大祭司就把他处死 于是大家都说 祂是该死的 于是大家就说 祂是该死的 就打他 就打他 彼得在院子看着这一切的事 彼得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的事 他三次不认主 第一次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第一次又说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人家不是说 你是去一伙的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他说 你是不是医伙的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第二次又说 第二次又说 还起誓 我不认得这个人 他起誓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第三次又说 又再起誓 第三次又再次起誓 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这叫三次 彼得就出去哭 彼得就出去哭了 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 我们做门徒 我们做门徒 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很多软弱 我们讲过的我们做不到 我们对主的爱也不够 我们对主的爱也不够 我们看见公会 大祭司和众长老 是一意孤行的 要将耶稣杀死 我们看见公会 大祭司还有众长老 是一意孤行的要杀耶稣 但是有看到 如果耶稣不愿意 将自己交出来 没有人可以杀到他 也看到如果耶稣 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是没有人可以杀他的 耶稣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因为他要成就天国 因为他要成就天国 他要让你和我 能够进入天国 他让你跟我 能够进入天国 如果耶稣不为我们死 如果耶稣不为我们死 我们仍旧有罪 我们仍旧有罪 你怎样努力作供 都不能够进入天国 你怎样努力作供 都不能够进入天国 你做多少伟大的事情 都是往永火里面去 你做多少伟大的事 还是往永火里面去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和活出这个信心 我们走出这个信心 拿出这个信心 照顾其他的人 照顾其他的人 有神的爱 有神的爱 有信心一定有爱心 有信心一定有爱心 你跟从耶稣 一定要走耶稣的路 你跟从耶稣 一定要走耶稣的路 你不能说我跟从耶稣 但是我要走世界的路 你不能够说我跟从耶稣 但是我走世界的路 这样你是不能够 这样是不行的 不能得救的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他甘心乐意 他甘心乐意 他想得很清楚 他也都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时间 他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时间 他预备好 他预备好了 他就走上去 他就走上去 我们一起眉上眼睛 让这个话语 让这个话语进入你的灵里面 圣灵里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在灵里我们看到 圣经真理 圣经真理 那个灵里的灵域 让我们进入 我们看到主耶稣 愿意走上十字架的路 我们看见主耶稣 愿意走上十字架的路 他吩咐我们 他吩咐完我们 他预备好自己 成为愉悦节的羔羊 他预备好自己 成为愉悦节的羔羊 圣灵里开我们的眼睛 圣灵里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玛利亚香膏 磨主 为主的肮脏 犹大就 文大祭司 买了耶稣 犹大找大祭司 卖了耶稣 主祢都跟我们 一切来领受 祢与节的晚餐 就是 祢为我们所领受的约 的一餐 主祢也与我们 一同来领受 月节的晚餐 就是祢用祢的血 跟我们立的约 主跟你说 孩子我的时候 到了 我们跟主一切来 抹饼 喝葡萄汁 我们跟主一起来 掰饼 喝葡萄汁 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说 主啊 这件事不能领导 祢不会死的 祢不会死的 我们要保护祢 孩子在多少个事情上 祢想起来保护主呢 孩子在多少个事情上 祢好想起来保护主 其实很血气 其实很血气 耶稣带着你 去到黑西玛利园 耶稣带着你 去到黑西玛利园 我们在那里 黑眼睡 我们在那里打瞌睡 三次的黑眼睡 三次都打瞌睡 耶稣都来叫醒你 耶稣都来叫醒你 你可以和我警醒 为我祷告片刻吗 在那个面对黑暗的 争战当中 在那个面对黑暗的 争战里 耶稣孤单往前行 我们这些要保护祢的人 我们也都在那里 黑眼睡 我们这些想保护祢的人 我们都还在那里打瞌睡 祂独自面对死亡 祂独自面对死亡 面对受敌 面对仇敌 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 祂叫醒你 祂叫醒你 跟你说时候到了 跟你说时候到了 卖人子的人已经到了 卖人子的已经到了 犹大就带着一帮人 来抓耶稣 犹大就带着一帮人 来抓耶稣 我们都逃跑 我们都逃跑了 见到门徒都逃跑了 见到门徒也逃跑了 耶稣就在公会里受神 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 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 大祭司就抓住这句话 将他钉死 大祭司就抓住这句话 把他钉死 打他 打他 有人跟你说 有人就跟你说 你是他的门徒 你是他门徒 你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赌就会起誓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赌揍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鸡就叫三次 鸡就叫三次 你望望耶稣的眼神 你望一望耶稣的眼神 这个时候耶稣就刚刚 转过头来望你 这时候耶稣也刚好 转过头来望着你 你就出去走 你就出去哭了 主啊你让我们灵类经历这一切 主啊你让我们灵力经历这一切 经历你预备好自己 就是为我们死 就是为我们死 我们都看到人性的软弱 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 我自己的软弱 我自己的软弱 和地上 旧角度的权势 要将你钉射 还有地上旧的角度 要把你钉射 你愿意教出你自己 你愿意把自己教出来 主啊让我们经过这一张圣经的真理 主啊让我们经过这一张圣经的真理 我们都领受你那份谦卑顺服的心 以至于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 还有我们面对自己的处境里 我们都愿意 好像你一样的顺服 我们都愿意像你一样的顺服 把自己交给你 把自己交给你 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好自己 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好自己 多谢你 谢谢你 让圣灵把真理放在你的里面 让你有基督的身量 让你有基督的身量 有谦卑顺服的心 有谦卑顺服的心 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个人 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众人的道路 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 超乎终于多路 超乎终于 超乎这世界 所知和所想象 超乎这世上 被灾祸和震荡 难以事 我能与你相避 临生家 外长在心动 临生下你 你指着何故障 向北陪 早前踏在地 生活是我 远不连我 你指着何故障 你指着何故障 向北陪 早前踏在地 你指着何故障 你指着何故障 向北陪 早前踏在地 你指着何故障 你指着何故障 我指着何故障 向北陪 沙漠中全能 向北陪 沙漠中瘦 和宇宙沖 和宇宙沖 沙漠中万物 沙漠中智慧 和宙人的道路 是你常常的艾滴和瓦磊 藏不中过渡 藏不全位 藏不着世界 所知和所想象 藏不着世上 你才不怕惩罚 无疑是无能与你相依 平时将 埋藏在心动 你舍生命 没去着恨不难像玫瑰 造成他在地 生活是我 你不念我 你不愿意她 招呼一切你射加 你射加 你射加 你缺着恨不难像玫瑰 祝你自己预备好 耶稣是你知道一切 你知道一切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知道一切人是怎样对你 你知道一切 你却愿意说我的时候到 是我的时候 耶稣你知道你要做 耶稣你知道你要走上去 耶稣你知道你要独自走上去 耶稣你知道你的门徒不明白 耶稣你知道一切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就说我的时候到了 我的时候快到 领险我们一同的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的心能够和耶稣一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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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能够和耶稣一同的祝福 让我们的心能够和耶稣一同的祝福 让我们的心能够跟随祂 用信心来跟随我们同性的开口为自己来祝福 我们的心能够和耶稣一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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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能够和耶稣一同 人子将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主我知道你就是这里 主要当牧师说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 主要是为了你 纪念你 主要你放在一起 你为我们放在一起 走十字架的路 主要是为了你放在一起 圣灵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 主要是你今天跟我们说 主要是你钉在十字架的耶稣 你是被人 钉在十字架上 主要是你让我们今天 同样去到纪念你 你放在一起 就是为了我们 主要是你放在一起 你可以在天上 但你甘愿为了我们 每一个来到这个地上 主要是我们是污蔑 我们是不洁 我们是卑微 但是主要是你为了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祝我们一起去到思想 给了我们的 祝你為我們傳染的賴傷 雖然我們不明白 雖然我們很怨恨 很敗壞 很驕傲 以為自己可以保護你 以為自己 以為自己可以為你死 以為自己可以和你走這條十字架 以為自己可以和你一起喝一隻腐背 我們什麼都不能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耶穌你卻為我們成就一起 耶穌你願意 耶穌你自己預備好 是你預備一切 是你自己預先預備好一切 為選操我 吩咐一切的話 明知人要出賣你 你都願意 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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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的话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是照你的意思 父啊是照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可不可以 好像耶稣这样讨过 我们可不可以 好像耶稣这样 只照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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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如果你可以的话 来到 归下 如同耶稣这样讨过 只照你的意思 我不是放得下我的意思 我不是放得下 我一切所执着的 如同耶稣 主耶稣这样讨过 为了 为了 身边的人 为了主托付我的样 为了托付我的 小子 我又不是可以托付他 我愿意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人家对我对不起 我不是可以说 主啊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都爱我 我可不可以再爱他 我们用这句话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的门徒 为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身边的每一个小子 我们来祷告 是谁 千万人中 地名朝暮 是干水 为寻朝暮 将山城 是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唯有你 唯尚我 将生成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稣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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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主耶稣 为了你 是你 主耶稣 为了你 耶稣 你赏免我们 我们的确是软弱的 你为我们死 你为我们被捉 被吐吐没 你为我们被打 他们就 吐吐没在他念上 用拳头打他 也用手掌打他 说基督 你是先知告诉我们 打你的事 你是耶稣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意思 你却忍受人的侮辱 你却忍受罪人的鞭打 你却忍受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 是你为我们承担 就是罪人的信 才是罪人的信 主你帮助我们 明白 这个是什么时间 明白 这个是神作功的时间 明白 这个是Kairos 圣灵头 祝我们每一个 来到这一刻 叫我们不再沉睡 叫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成就了 祂要再来 祂要再来 祂说后来你们要看的日子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加上天上的魂降临 耶稣神的意志 基督会再来 我们预备好吗 我们预备好吗 我们预备好自己吗 我们预备好迎接他再来吗 耶稣自己预备好 我们预备好吗 你预备好吗 我们一同的为自己来徒告 求神给我们也有这个预备好 预备好的心 来迎接基督要加着运彩 再一次降临在我们当中 祂要看到的是什么 祂要来看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忠心又良善 因为信服跟随 也不是用信心谦卑地来跟从祂 我们一切的站立 我们同声为自己来徒告 我们也都是末世来跟从主的人 我们也都是这个末世要跟从主的人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 我们开口为自己来徒告 求神帮助我们 敬省预备 谦卑地跟从 敬省预备 谦卑地跟从 祂要来认为我们的领备是敬省的 我们的领备是敬省的 我们领备是敬省的 预备好 领备好 领备好 给我们的领备是敬省的 是必主耶稣会有你 为何你为寻找我暂时暂时 是必主耶稣会有你 是必主耶稣会有你 举起手礼和主说 主啊你帮助我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让我们都敬省预备 让我们都敬省的你预备好 是必主耶稣会有你 你预备我们 主啊你预备我们 事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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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末世的时候 是必主耶稣会有你 事后到了 祝主主 主走上十字架 成就神的国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 在这一刻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求圣灵把耶稣基督 预备好自己 愿意谦卑 信服 我奉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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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求主祝福我们每个人 也都保护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奉耶稣基督 我们显出你的荣耀 给你大大使用 慈福给我们每一日 听我们每一个讨告 奉耶稣基督的命 Amen 好 多谢主祝福大家